您上了这么多大学 然后学了这么多专业 有没有哪个专业 或者某一个学科 是您觉得 学起来相对有点吃力的 哎呀 你今天一问问题 就问得我点上了 你比如说 这艺术院要再上那个形体课 比如说像掰腿啊 下腰啊 上课的时候 比如说有的时候互相掰啊 有一次老师就过来 你别给这个大叔啊 使太近了啊 他那腿这么大岁数了 你可别认真的掰啊 掰坏了额你啊 哎 比如说像那个 有那个鸡星班奏 那个弹钢琴 我以前弹过 好 这一看手指弹不了了 但是这又是一门课 然后我还是找老师一起沟通 然后找一个最简单 最简单的谱子 那歌谱 然后回去 一吭着吭着练 练完以后 老师 老师还都是很理解我 很照顾我 每次都让我过了 所以你看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您的学习态度很好 对 所以老师很感动 你看这么大年纪 首先呢 人家想学习 有学习的欲望 而且还很努力 当然首先呢 有一些实在是 这个年龄段呢 稍稍有点难的 那我们就说 网开一面 对不对 对 那平时上课什么 您都跟得上吗 哎呦 我不光跟得上 而且我成绩是这个 名列这个前谋啊 我真上 上课也没落过 特别地认真 好嘛 而且我这儿 还有小技巧 我告诉你 就是我到上学了以后 我就跟那个同学 加上微信 到这个学校的时常吃饭 我就给同学 哎你好 叔叔把你饭买好了 你过来吃吧 哎 他就过来了 过来我就接着一边吃饭 一边 把这个问题 一个一个地问了 这是我的一个小技巧 用美食 换知识 用美食 用 你别说太 太直白了 对对对 太直白了